刘涛离婚 一部名男子街头拢抱依威 嫌弃人许碰他 随着刘涛的视野一步一步上升 他主演的影视剧口碑节节高升 长相温柔贤惠的刘涛 骨子里却有一股强大的韧劲 他不断磨练演技 不吵度不作妖的性格 俘获了不少路人粉人气一路飙升 成为当红的一线女性 而这些年 刘涛的老公王柯只负责一件事 就是在微博秀恩爱 夫妻秀个恩爱 其实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王柯每一次秀恩爱 都显得用力过吗 最近网上出现了 似乎映射两人离婚出轨的传闻 很能赚钱 女演员 拍过很多电视剧 这些有针对性的标签 将矛头直指刘涛 甚至还有刘涛和一位不知名男子行为 曖昧的照片被爆了出来 随后不久 王柯突然删除了大量微博 吃光群众第一时间 使王柯微博围观 只剩下十八条 王柯的这一顿操作 让王柯们纷纷猜 测传闻的叙事 两个人的婚姻状况 是不是真的出现了问题 其实这些年 关于两个人的婚姻 一直崩波不断 两个人的结合 也像故事一样 充满着敲和和跌倒起伏 第一次见到柳涛的时候 王柯还是一个爱挥霍 爱玩车 不知道人世间穷困潦倒 风刀双剑的苦难 那时候的王柯 还是赫赫有名的金城四少之一 身价二百亿 经营着一家证券投资公司 而那时的柳涛 还只是娱乐圈中的一个小透明 两个人仿佛冥冥之中 约定好了 在被天王府警的酒店的 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 之一夜王柯就对 电梯里身穿白衣的 刘涛一见钟情 第二天上班 在办公桌报纸的封面上 惊艳爱的看到了 电梯里的那个女孩 几经沾转 终于在在朋友举办的 石山酒会中 和刘涛结识了 两个人爱情最初开始的样子 美好的就像偶像剧剧本一样 一见钟情猛烈追求 相识相恋二十多天 两个人就慌诉闪婚 因着刘涛这份托付终身的信任 在两个人第一次相遇的王府京酒店 王柯花费四百多万元给了刘涛一场 让所有女人都羡慕不已 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的豪华婚礼 价值三亿的私人飞机 和二十多辆顶级豪车车队 组成为一个庞大的迎亲团 在这场占据了当时新闻头条的豪华婚礼上 刘涛有高调的宣布 自己愿意为了心爱的老公 放弃如玉中天的事业 退出娱乐圈 在家乡夫教子 女明星嫁入豪门的戏码 向来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那时的刘涛风头无量 偶然出现在公众事业时 也是一副豪门扩台的标准装备 硕大明亮的钻石戒指 定制款的一线大牌服装 就连带着孩子旅游 也是坐自家的四人飞机 也保姆照看孩子 刘涛只需要美美的拎着西游皮的爱马仕包刀 2008年 刘涛生下了他和王 柯的第一个女儿 转年又为王柯生了儿子 凑成一个好字 眼看着家境优渥 幸福美满 然而 好景不长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一时之间 曾经风光无限的王柯 欠下了五亿元的支款 一时之间 嘲讽和诸多猜测扑面而来 从开始就质疑 刘涛闪婚嫁给王柯 就是看上了王柯雄厚的家产 豪门梦碎 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这对夫妻离婚的消息 曾经挥金如土的京城公子 生意失败 公司破产 公司破产 好友反目 亲信背叛 多重的打击 让王柯变得喜怒无常 维靡不振 重负抑郁的他 不想拖累 妻子刘涛 在床头留下了离婚协议书 想要结束这段婚业 刘涛不愿放弃爱人 不愿放弃这个家 刚刚生产完的刘涛 撕碎了离婚协议 找到原来的经纪员 宣布回归娱乐圈 在日子里的刘涛就开始为付出做准备 高强度的运动 劳心劳力的照顾一月的老公 和未满月的孩子 生病的老公 年幼的孩子 巨额的债务 高压之下 一出月子的刘涛 就满不停蹄的重返娱乐圈 往返于各大片场 收工之后立马赶回家里 陪伴生病的王柯 坚定的鼓励着 支撑着王柯再次振作起来 有人问刘涛 你得接多少戏才能还完 刘涛说他也不知道 但就是想心自己所能去陪伴王柯 帮他走过最难的这一段 短短四年间 刘涛接下了二十五部电视剧 平均每年六至七部的产量 这个工作强度 连老母刘德华和杨幂都比不上 最终他们走出困境 当初的家豪们之说 不攻自破 他们之所以在一起 是因为爱情啊 记得白展堂对童相遇说 当初看到你了 你蒙着红盖头 我当时心想 这姑娘脚这么大 长得一定不好看 结果你一掀开盖头 我傻了 你天生的一副老婆脸 又好看又耐看 就连两个眼袋都长得恰到好处 人们常说是日久生情 可我知道 我对你是一见钟情 见过太多恩爱夫妻转偷空 还有层出不穷的出轨离婚 所以我才更能明白 能够携手共度于生的爱情 有多么难能可贵 因为爱过 所以慈悲 因为懂得 所以宽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